可是為什麼今年突然變成要講成土皇帝呢 你有什麼話可以說 對不對 你的感受怎麼樣 我想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為什麼像天下雜誌今天的 這個或是昨天這個公布的情況是這樣 我本來去年是拿到全國第三名 是 今天就掉下來併第十四名 就是因為給三立電視台這樣扭曲事實 而且汙昧不實的報導 而且在以這個不成比例的一個新聞報導 讓我們縣政府接受嚴重的衝擊 我想這次換作誰 哪一個縣政府都一樣 一定會接受這樣的嚴重的打擊 因為地方發展才能夠土地會漲價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從政將近四十年 我真的是問心無愧 所以我也一樣 我絕對不會去做這些貪賞萬法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希望是說 應該請 他們有什麼施政的話 拜託他們 就向我們檢調單位檢舉 請去檢調單位來辦我們 市長 市長 對不起 您的支持度一下就是民調 從第三名到第十四名 您覺得都是因為一個媒體 一直不斷地這樣所造成的嗎 還是因為刑事作風 有時候可能有討論的空間 我想也應該 天天不是一天一折而已 每個小子都在打 每個小子都在打 那現在是你很紅的啊 我跟你說喔 劉政黨 鐵拍的身體 不會搞什麼老闆啦 那這些都要把你打 那個紀委員講的是完全正確啊 對啊 你做得好就大家跟你的 放線要你絕對老闆的 所以只是還沒有告而已 你聽說錯啦 我們已經有在準備啦 喔 OK OK 因為我們講整部的 講整部的 你整個我整個不 然後就很辛苦 可是呢 我們現在呢 這個 這個楊湯指揮最好的一個方法 我做給你看 不然我再給你看 就是這樣子 這樣 我當然會提告啊 不是你要提告 而且你會提告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好處啊 馬上會遲 否則的話呢 你整個我整個 你整個我整個 放心好了 我想我也自己也非常清楚啦 這一段時間來 三立電視台 這個都很多 你沒有來苗栗 你不知道啊 他們一天好像有 好幾步喔 將近 將近十步應該有吧 在苗栗的轉啊 哪有哪有啊 然後甚至跟我跟車耶 從早上就跟跟到晚上 然後這種情況之下 還有對我的 所有的親朋好友 跟我在一起的人 都可以打擊 還有對我們縣政府團隊的 不時的報導 加以謀音 我們這一天到晚就是一件 他講 他講一件我們就 就必須澄清一件 講一件就澄清一件 我們真的是搞得能養馬花鬥 願意上年代不願上我們 都說是三立妖魔化的結果 而且他說祭國洞講的完全正確喔 他說做到這年後被罵土皇帝 來怎麼樣 民調是全是做苗栗憲民對他評分的民調 結果他怪什麼 是因為三立我們在討論他的一些施政的問題 他們家屬跟這個縣政府的關係 他說是因為我們電視台 所以他的民調調 他講得很清楚他要告人囉 他已經準備要告人囉 有啊 我這邊有這麼多給三立電視台 林昆海董事長 你就注意了 皮皮板 皮喔 聽到我沒這麼說 這個是這個純正信函 這個是誰 陳俊傑 陳俊傑律師代表劉正石 他說89年財政部國有局 那個北投那個房子是有喔 有合約的喔 他講是有簽約的 有簽約的喔 他講的是代管 萬一他照講呢 現在這一部劉正宏縣長還把它切割了喔 所以他的弟弟他都已經大人大政了 還有一個純正信函 同樣劉正馳發的喔 劉正馳發的這個純正信函裡頭 他在講說 這個房子喔 77號 系中油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本人只是股東之一 股東之一 那貸款貸多少錢 不是 1500萬 沒有啦 8500萬 待账是7900萬 一個清清白白 沒有人有辦法妖魔化 真的喔 如果劉正宏你仔細想一想 三年前的豬阿嬤 大埔的豬阿嬤 到現在為止 陰魂不散 如影隨行跟著你啦 今天你這些事情 以前沒有人去揭發 因為不知道你把這些稻田 全部都毀掉 不知道你把一個豬肌阿嬤 給他這個自殺死掉 大家都換過你啦 認為你政績不錯 所以苗栗有開花有建設 今天發現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一直追 所有都是網路網站 全部資料都有 報紙 網路都有的 誰能把你妖魔化 你今天應該出來公開 記者會把一件一件 包括你家族的事情 全部都說明白 讓全國人民知道 你跟季國動在那裡配合 季國動你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不替全國人民講話 農民銀行怎麼貸款 難道你季國動也是跟著這樣做嗎 你還想當一個縣長 當個市長嗎 所以你看看 有時候我們其實說立法委員 那種層次的問題 你看他問問題 你不去質疑說 這些問題你為什麼不好好回答 來 妖魔化 真的是我們妖魔化嗎 來 潘醫師 我特別去整理的 歷年來劉正宏的爭議事件 不是只有這件抄帶而已 從他重政以來 他說從政清清白白 怎麼有這麼多爭議 我剛剛講過了 東台化工的劉正宏條款 這是你立法院的同僚 特別幫你訂的 是不是他們在妖魔化你 另外以前他在立委的時候 也被爆出來過 民德水庫上有的 細紗礦開發官縮的問題 OK 再來就是這抄帶 2005年我們都講過了吧 在當年國民黨大黨編的時候 對 2001年大埔事件 全國皆知 再來就是財產申報中 5000萬債務消失的一案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寫部落格 我把它揭發出來 我去比對財產公報出來的 還有呢 那他有沒有告你 他在收集中 還在收集中 我想他也告不動 因為這是財產院 這是監察院的財產公報 公開的資訊 公開的資訊完全沒有錯 怎麼告呢 再來 事實上他的五星級縣長 也曾經被網路上 被部落客寫說 他曾經在 他卡給你了 他曾經 在遠見雜誌買了自路性行銷 花了不少錢 然後馬登都變成五星級縣長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其實2012年 還有這個 華龍廠區的地木開發案的 快速變更 不到90天之內 就把這個 整個變成住宅區了 結果官場工人還是拿不到錢 還有什麼 後龍鎮的 福祿寿殯園區的開發爭議 最後就是今年的 他的老家 在一大便的高鐵特定區裡面 就是不用徵收 然後不必拆 而且土地稱之所以 有近賺2億的爭議 劉縣長 不是只有一件而已 在你從政的過程 你真的清清白白的嗎 這些都是媒體曾經報導過的 不是我們捏造出來的 我要跟官員報告 我們今天約訪劉縣長的過程 因為有超代的問題 有他的弟弟 這個侵占國有弟的問題 我們新台灣家有試圖邀請館長 接受我們的口號 是說沒人來 跟我們進行連線 可是從早上 我們聯絡苗栗縣政府的新聞科 接電話的替代義男說 科長在開記者會 我們只好先留下訊息 但是新聞科一直都沒有回電給我們 我們也持續 持續再去聯絡 直到我們節目開錄之前 再跟苗栗縣政府聯絡 對方又說新聞科長在開會 然後只留下一句 劉政宏縣長不回應 也不接受訪問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縣長我們開闢時間給你 或者是call out給你 要不然你在友台罵三立 又不來澄清 為什麼不能夠上三立的電視節目呢 說我們在妖魔化他 我覺得其實面對是最好的方式 今天剛剛張科長 張科長 他講的不合理我們也讓他講 不合理我們也讓他有機會表述 你記得你不上來 有空間 有發言空間給你 那你不上來講 然後講說別人抹黑 我覺得這中間 是不大符合比例原則的 更何況我剛剛 我們一再提 而且好幾次提 郝龍斌市長是怎麼面對的 你要質疑他 週刊報導他 我就調查 調查就自己移送 然後你來調查 到時候還他清白 如果說你到時候只是講說 人家怎樣這樣 你說你來告我 你要收集 你收集不到 收集到你來告我 我覺得其實 事實上是可以更磊落一點 比較好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真的很建議 也希望這個劉縣長 能夠多多一點 剛剛提到了 不管是這個是不是有涉及抄帶 或是涉及 就算沒有抄帶 你現在已經變成呆帳了 你總是在說來說說話